主和儿子与驴子 一个墨房主和他的小儿子 在驴圈里给驴子喂草 墨房主满面愁容地对小儿子说 孩子啊 今年庄稼收成不好 家里头只能把这头驴子拿去卖了 换点钱好过冬啊 墨房主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赶着一头驴 准备去集市上卖掉 不过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不少状况 哎哟 瞧你们这对父子 放着驴子不骑却要走路 岂不让人笑话 真是时风日下呀 好 现在的人 怎么都这么不懂尊敬老人呢 这个懒惰的孩子 自己骑在驴上 却让他老父亲在后面走着 成何体统 是是是 您说的有道理 你这个老糊涂 怎么忍心让这个可怜的孩子 走那么远的路 自己却舒舒服服的骑在驴上 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 孩子啊 你也上来吧 莫房主和小儿子就这样 一会儿从鱼背上爬下来 一会儿就坐上去 他们都没想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不觉的 他们到了集市 这头驴不是你们家的吧 不不不 这是我们家的驴 既然是你们家的驴 你们怎么忍心两个人都骑到驴背上 不怕累死他呀 你看 这驴都累出一身大汗了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 不如这么招 这只来有多冠心的驴 你都不认识的驴 又不想再给你 我以为ешь看 我以为赶紧的驴 那是你 我以为是赶紧的驴 我以为赶紧的驴 我以为赶紧的驴 你们看啊 真稀罕 头一回看见人堂驴 想必这头驴是你们家的祖宗吧 这么孝顺他呀 周围人的意见固然要去听 但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做出判断不能一味人云亦云 而作为提出建议和意见的一方 在不了解事情前因后果的时候 也不要只带着情绪和观点去发表建议 哎哟 瞧你们这对父子 放着驴子不骑却要走路 真是事风日下呀 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不懂尊敬老人呢 怎么忍心让这个可怜的海 走那么远的路 自己却舒舒服服的骑在驴上 既然是你们家的驴 你们怎么忍心两个人都骑到驴背上 头一回看见人堂驴啊 哎呀 想必这头驴是你们家的祖宗吧 不然都会是个笑话 遵律本性 如如不动 我感谢你 你怎么回事的事 你怎么回事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